哈喽欢迎来到422022年事务师睡法仪基础进阶的直播课堂 我是华华老师 这节课呢依然是带着你们来啃增值税这块硬骨头啊 我们增值税呢这节课上完计划还有两节课把它给结束掉 所以说最后这三节课啊非常的难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今天这一节和我们下周的那一节 所以说这两节大家一定要非常用心的去学好吧 那惯例还是先来前情回顾啊 因为咱们这节课的任务比较重 所以说前情回顾我就简单着带着大家来回顾一下 好吧我们上节课总共就讲了两块知识点 讲两块一个就是征售率 咱们把征售率全部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然后呢又讲了一般计税方法下销售额的确定啊 就这两块知识点对吧 那征售率呢咱们总共有3%的 3%减2%的 然后呢0.5%的 5%的和5%减按1.5%的 就这五种情形 对吧那每一种情形分别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适用 你是一定要去清楚的 那3%的呢 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 他一般情况下都适用 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进行记忆 他只要不是剩余那些情形的都用的是3% 对吧那一般纳税人呢 他一般情况下用的是一般计税方法 所以他一般情况下用的是税率 他很少能用到征售率 他只有个别的情况下能够选择减一计税 并且呢只有个别的情况下是能够去用3%征售率的 这些是需要记忆的 那给大家编了记忆口诀 对吧因为类型比较多 而且会出课关题 让大家加说下列可以选择减一计税的情形有哪些 所以说我怕你们记不住编了口诀 口诀没有覆盖到的 再根据课上讲的补充记忆 就是口诀记忆加补充记忆 把这一块给我搞定了 好吧搞定了 然后3%的下来之后是3%减2%的 就两种情况下用到 一种是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一种是销售旧货 他俩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自己用过的 一个是别人用过的 那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呢 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 他天然就适用3%减2% 但是对于一般纳税人来说呢 他必须得符合一个条件 那就是不得抵扣 且未抵扣过镜像 他必须满足这个条件 才能用3%减2%走减易征收 对吧 那哪些是属于不得抵扣 并且没有抵过镜像的呢 我在课上给大家做了几种情形的列举 其中有两个是注意一下时间节点 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 你够近的就属于不得抵 且没抵过镜像的 那还有一些呢 是你原先是小规模纳税人 现在转为一般纳税人了 还有一些呢 你原先买的时候 对吧 你是在银改增之前 你那个时候你不只要增值税 你就要营业税 你那时候买的 你也是没抵过镜像的 对吧 还有一些是 用于不得抵镜像情形了 就这些情形 我们是可以用这个百分之三减按百分之二 如果不满足的话怎么办 不满足的话走一般计税 走百分之十三的征收率 不满足 不满足的话你就是百分之十三 那没得说了 没得说了 好 这是一般纳税人 就是要求比较严格 那他们用了百分之三减按百分之二之后呢 他们就只能开普票 这个是开普票的 那如果 买你东西的这个人 他就想要专票 那在这里要明确一点啊 大家说了 老师 检疫进水方法 不能抵镜像 注意了 你是卖方 你走的是检疫 人家是买方 卖方和买方 你给我搞清楚 买方我不管是从谁那买 我不管是从一般纳税人那买 我还是从小规模纳税人那买 只要我能拿到专票 我买方去抵镜像 是照底不误的 跟你卖方没有关系 我不管你卖方用的是什么计税方法 只要我买方 我能拿到专票 我就能去做镜像的抵扣 这里是先明确一下 好吧 有的同学在这会搞混 那买方他就想要专票 他就想抵镜像 能开 能开的话 你就不能减按2%了 你就得走3%了 好吧 对 可以 但是旧货呢 只有这一种 3%减按2% 不能开专票 只能开普票 甭管你纳税人的身份是什么 你是小规模也好 你是一般纳税人也好 你只要销售的是旧货 你就必须给我3%减按2% 你就必须给我开普票 好 这是这样 接着呢是0.5%的 非常简单 就一个二手车经销 人力外包 不动产新支线 中外合作油气田 这些情形 我们是可以选择减一击税走5% 但是在这里呢 要注意 劳务安保 必须是差额 5% 你如果走全额 你只能走一般计税走6% 你必须是差额的情况下 你可以走减一 走5% 好吧 对于不动产来说 必须是老项目 什么叫老项目 盈改增值钱 我拿到的不动产是老项目 那只要是老项目的不动产 你甭管是租 你还是卖 你都可以给我走5%减一 好吧 然后新支线和中外合作油气田了解即可 只要知道他们是走5%减一的 知道这个事就行了 那接着小规模纳税人呢 就是劳务派遣不动产 同样的 小规模纳税人的劳务派遣 也必须得是差额 全额的话 他走的是3% 差额走的是5% 那小规模的不动产就不管了 小规模纳税人只要是不动产 不管是卖还是租都是5% 好吧 都是5% 那是5%情形的特别重要啊 特别重要 因为后面我们还会用到他好吧 接着呢是5%减按1.5%的就两种情况 个人出租住房或者是住房租赁企业向个人出租住房 这两种情形就跟住房相关的跟出租住房相关的 好吧 我们是走的5%减按1.5% 好这是征收率啊 征收率比较复杂啊 那大家一定要把这收率给掌握了 好虽然咱们考的是一般积税但是里面一定会有一两项业务是跟检疫积税相关的那接着是一般积税方法下销售额的确定 四种情况啊一般情况啊特殊销售方式 适同销售以及差额纳税对吧一般情况下呢 简易征收的能开专票吗能开啊能开一般情况下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这里主要是注意什么问题就是含不含税的问题 对吧他如果是一个含税价你需要做价税分离他如果是一个不含税价你就不用做价税分离了他主要就是注意这个含不含税的问题 那我上课说了啊专票上著名的价款专票上著名的金额是一个不含税价对吧那普票上著名的价税合计金额那铁定是一个含税价 所以说你在做增值税提的时候你看到销售额的第一反应是找前面的定语 看看根据他的定语他到底是一个含税价还是一个不含税价含税价就必须要去做价税分离 那我们还包括加外费用加外费用默认是一个含税价一定要去做价税分离的啊这是价位费用也要包含进来 那你做价税分离的时候是从主的是跟你前面的这个价款的税率是是从他的啊从他的 然后呢特殊销售方式下呢有这么几种特殊销售方式你得知道他的销售额怎么确定折扣销售我们又叫商业折扣 如果你开票的时候是在金额栏中分别注明了价款和折扣金额的你可以用折扣后啊 必须是开票合规开票合规就是折扣后 我们是折扣后啊他是特别强调这个开票的合规性的好吧 因为涉及到抵扣嘛他就特别强调这个那对于销售折扣呢我们又要现金折扣必须是折扣钱必须是折扣钱了 销售折让呢开红票 可以去冲 冲当期 开红票冲当期 注意这个当期是退回当期不是你销售当期 是在你开红票的当期是你这个东西退回的当期充当期的一个销售额以及销售税额好吧 以旧换新呢只有金银首饰能扣旧货价格 只有金银首饰可以扣旧货价格其他的都不能扣其他的都以新货的售价作为你的销售额 对吧还本销售不能扣还本支出以物一物双方都做购销处理包装物押金分为两种情况一般货物和啤酒黄酒 收到时不并入 逾期或者超一年时再并入 那对于其他酒来说收到时就并入 对吧 所以说你要清楚 而且你要注意了包装物押金在并入的时候 包装物押金是一个含税价一定要给我去做一个价税分离包装物押金是一个含税价好 这就是特殊销售方式下也非常简单啊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那视同销售呢按照顺序 先找自己同类的平均售价没有的话找别人同类的平均售价还没有的话最后组价啊组价是最后的杀手锏好 你不能一上来就组价那具体怎么组呢我没有仔细的给大家讲这个组价公式我到消费税呢我再来给大家讲这个组价公式 到消费税呢你就会知道咱们是一价两税你组成的这个价既用来算增值税又用来算消费税 所以说我们到时候再来仔细的来讲这个组价公式啊好 接着是差额继税差额继税情况非常多啊有12种对吧给大家也编了一个记忆口诀 你不能光背这个记忆口诀你还得知道我们扣什么你还得知道里面一些细节的规定 好吧金融代行旅客建房劳务派遣不动产啊这些是可以差额继税的我没有我没有说那个自来水费啊物业的自来水费还有咱们的境外的一个考试费在这里没说但那两个也是差额继税的你得清楚 如果真的让你选差额继税的你得把那俩也选出来好吧那根据这个记忆口诀稍微的带一带知识点 金指的是金融商品的转让卖出价减去买入价盈亏可相抵跨期不跨年复查截转的时候跨期不跨年并且这个买入价是如何确定的 我们列举了几类情形比较复杂啊大家要清楚找哪个买入价好吧这是金融商品的转让 融指的是融资租赁和融资性售后回租那融资租赁呢你是拿全部价款扣两息扣车购税走13%货物税率 对吧但是你融资性售后回租呢拿全部价款扣本金扣两息走6%贷款的一个税率好吧你要清楚他俩是有变息的啊有可能会在客观题中考你啊你得知道扣什么 你得知道税率是多少那带呢指的是各种代理对吧我们的啊那个经济代理啊代理包关啊签证代理对吧就代理进口代理进口免税货物签证代理人力资源航空运输代理各种代理这些代理他实际上他的销售额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代理费他代收的款项都可以扣掉啊 但是你扣的这些代收款项都不能开专用发票都只能开普票啊这个开票规则也要知道然后贷然后行指的是航空运输航空运输跟航空运输代理不是一个企业航空运输代理他扣的是跟航空运输企业的一个结算费结算款对吧比如说协程他代理卖票 那他把这个机票本身跟航空运输企业的结算款他可以扣掉那航空运输企业扣的是啥航空运输企业扣的是机场建设费 它是一个民航发展基金他不属于他的销售额对吧我们要把机场建设费扣掉那旅客建访旅指的是旅游旅游可以扣吃住行签证门票接团费是你支付给别的单位的这些东西 但你支付给自己单位自己导游的导游费你不能扣你支付给自己单位司机的一个劳务费你不能扣啊你是支付给别的单位的吃住行签证门票接团费你可以扣啊同样是扣的这些东西不能开专票客客运厂站扣一个运费建建筑简易计税方法下我们扣分包款一般计税不能用差额房指的是房企啊房地产开发企业 一般纳税人对吧一般计税情况下我们可以扣一个政府手里拿地的这个地价款因为这个地价款拿不到专票抵不了镜像所以从销售额里面把它给扣了所以说房是一般计税下才能扣的建设简易计税下才能扣的啊你这个也要去区分的当然我们后面还会有口诀的啊不用害怕啊 劳劳劳派遣呢劳劳派遣插额只有减一下能插额对吧也是减一 插额5% 你一般计税下你只能全额6%不动产呢要注意两点一点呢是减一计税下才能查额啊减一计税一个呢你这个不动产 你后面还会学到必须是外来的不能是你自荐的自荐是不能插额的所以说是外来的减一计税外来的我们可以插额那就是这些插额的情形啊大家知道一下 好的复习完了15分钟也差不多啊就上节课整个啊就是坑吃坑吃累死累活的讲了三个小时其实15分钟就回顾完了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你不要觉得回顾呀梳理呀是一件特别浪费时间的事情啊不是的你梳理一遍你回顾一遍你就不乱了你知识就清晰了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必要的过程和步骤好吧 你一节课下来之后你真的你觉得乱了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啊一定要去做这件事要不然你会越来越乱好接着我们 哦回顾的课件 回顾的这些我不是都给大家画了思维导图了吗 其实大家不用说我写的每一个字你都得要这些都有思维导图对吧 你思维导图的PDF版比我这个要详细的多的多 大家可以根据思维导图去看一下啊 我对也有回放啊你也可以截下评都行 那那我每节课我都会坚持给大家去画思维导图的我上课我讲完一个知识点我会手画那个思维导图那个呢 其实你画的就是不太清晰不太完整因为课上时间有限嘛 那我下去之后所有的这些知识点都会呈现一个非常详细完整版的思维导图给到大家 我觉得这就是你非常好的一个梳理知识点的一个资料利用起来好吧利用起来那这些点思维导图上都有 拿到了吧应该我上节课应该是呃班主任问我要我很快就给他了啊拿到了啊很好用好的对啊不用说我每个字你就记下来该做笔记的地方我已经会提示你去做的好吧咱们这节课该学镜像税了因为上节课呢我们是把销售额你看我们前面回顾了半天销售额的相关知识销售额回顾完了我们学完了税率咱也知道了那咱们的肖像就能算出来了 肖像算出来了之后呢咱们的应那税额还是算不出来因为咱们还得知道镜像咱们的应那税额是拿肖像减镜像算出来的 我们上节课已经把整个肖像所有的内容都搞定了我们这节课给大家搞定这个镜像好吧搞定这个镜像那来镜像呢你是有两条线的先分两条线一条是准于底扣 你得知道哪些镜像是能底的咋底对吧咋底准于底扣一条线是不得底扣你不仅知道哪些是能底的你还得知道哪些是不能底的 所以说我们分为这两条线啊那我在这我就把整个的框架先给大家树立起来准于底扣的咱们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个是评票来底一个是计算底 评票底和计算底不得底扣的我们主要是分为13类情形我把这13类情形给大家总结成了1加4加4加4啊1加4加4加4加一下是不是13成啊给大家总结成了1加4加4那我们这节课呢就先把这块给搞定 哪些是能底的评票底咋底计算底咋底哪些是不能底的不能底了咱该咋办啊咱们今天晚上今天今天晚上第一个小时先解决这个好的来讲到第几页了68页啊我今天计划讲到85页啊今天任务非常重好的净项税呢你要明确一点净项税明确一点什么我们只有一般计算方法下能底减一计算方法下是没有肖像也没有进相的减一计算 直接拿销售额乘以中售率算出来的就是应纳一般计算下才有肖像和进相这么一说所以说只有一般计算能用那你说小规模纳税人能用吗铁定不能用因为小规模纳税人呢他就不能选择用一般计算方法对吧小规模纳税人只能用简易计算方法所以说他没有进相可以底在他那不存在进相税的底扣 只有一般计算人这有你就知道那底扣的时候要么你平票底要么你计算底但是他都有一个规矩就是我们不存我们不我们适用的不是匹配原则我们使用的是购进扣税法购进扣税法来 购进扣税是啥意思 我其实给大家解释过只要你当期你拿到票了计算底扣里面也是得有票啊你别看他是计算底扣他也得有票这两种都得有票你只要有票你只要当期有票你都可以勾选去底扣 你全部可以勾选去底后我们不管你的进相在当期有没有产生肖像我们不管他当期肖像有没有产生我们只在乎他未来会不会有肖像产生假如说这个东西未来都不会有肖像产生我是不会让你底的但是只要保证他未来有肖像产生哪怕当期没肖像这个进相也能底啊也能底好吧是购进扣税法你先了解这一点 只要有票就能底然后呢啊就是了解这块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先来给大家说能底的质量类平票底和计算底平票底你要把能底的票的类型给我背下来我其实爱说是六类啊但是我们这里列举的是五类因为咱们把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归到专票里面去了他其实就是属于专票的一种特殊情形 但是你也可以分开计分开计就是六类先给大家细数一下有哪六类吧增值税专用发票最主流的底金箱的发票啊增值税专票然后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两个了哈啊海关进口专用缴款书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还有税务机关开的完税凭证 还有道路通行费国内旅客运输的电子普通发票这六类目前我们评票底的就这六类发票你必须得知道必须得知道那我一个一个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 对购金困税法啊特别棒 专票这就不用解释了它是最主流的来底金箱的一种方式啊我们一般的这个专票甭管你是从小规模纳税人那拿的你还是从啊一般纳税人那拿的 你只要拿到专票了你都能底金箱也就是说小规模纳税人他虽然他用的是减一级税办法但是他可以给你开专票他是可以给你开专票的那大家想一下你从一般人纳税人那拿到的专票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就是按税率给你开对吧当然了我们有些一般纳税人他用减一级税办法他也是按征收率给你开的就是他那边他交了多少税 他走的是什么他这边给你开票就开多少个点那小规模纳税人给你开专票现在都是三个点吧或者是五个点吧对吧那一般纳税人给你开票开的都是九个点十三个点六个点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专票不管是从谁那拿的拿到了就能底啊不管给你开票的那方是谁我们都是可以底的啊 现在你就明确了小规模纳税人也能开专票啊然后呢第二个是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这个是进口货物的时候进口货物的时候过海关海关代征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我们经过海关的时候有海关代征那咱们把税交给海关了海关给我们开一个专用缴款书这个也是可以底啊那这只有在进口货物的时候你拿到的是这种票那接着呢完税凭证中间的细节我不想给大家提示了不需要掌握因为我们的任务特别重你自己看一下吧这个不怎么考就是海关在开专用缴款书的时候 他的名字没写对怎么办或者他写了两名字怎么办啊这个我觉得不用掌握啊不用掌握好吧我就不给大家念这些东西了啊第三个呢是完税凭证完税凭证是也是属于进口但是你进口的不是货物是境外的单位向境内提供劳务服务无性资产不动产境外向境内咱们作为购买方咱们作为扣脚义务人咱们来扣脚他的税款对吧 咱们扣脚完税款了咱们去给税务局交过去税务局给你开一个完税凭证所以说完税凭证是在这种扣脚增值税的情形下你拿到的你拿到的好吧也是可以的那另外两类就非常特殊了是普通发票只有这两类普票你能抵金像其他普票你是绝对不可能抵不了金像的好吧那只有这两类道路通行费国内旅客运输的电子普票你是能拿来抵金像的那在这里 再明确一点道路通行费我们有几种道路我们有高速公路咱们有一二级公路咱们还有这个乔渣这么几类啊高速公路一二级公路还有乔渣目前 乔渣开不出电子普票只有高速公路和一二级能开出电子普票所以说现在高速公路通行费一二级公路通行费就是咱们的过路费过路费你要是走的是高速走的是一二级公路你必须是拿着电子普票过来给我抵金像没有计算顶向抵扣的情形了必须拿电子普票来抵 乔渣通行费拿不到电子普票所以说他只能计算底 他只能计算底一会我们就会讲乔渣的计算底那对于国内旅客运输来说呢现在大部分也是拿不到电子普票的大部分情况下拿不到嗯滴滴打车可能能给你开对吧滴滴打车能给咱们开这个电子普票那咱们平时坐飞机呀坐火车呀拿到的也不是电子普票拿到的是行程单啊 咱们坐大巴呀坐那个船呀拿到的是客票坐火车拿到的是火车票对吧一般情况下你也是拿不到电子普票的但是呢滴滴打车可以开啊那你你这个电子普票能拿来抵金像的那你如果拿到的是那个行程单火车票或者客票这也是只能计算底的啊只能计算底的所以说所以说这两类是比较复杂的比较复杂的拿的是电子普票 哎我直接拿过来平票底拿的是这些票哎我我不能平票底我就计算底那在这里明确一点什么叫做平票底平票底的意思是票上的税额有多少你就给我底多少你不用自己去算税额了你拿到的这种票上面都明明确确清清楚楚的给你写明了税额多少多少多少上面的税额是多少你就给我底多少啊你就给我底多少好吧你就直接勾选当期就直接 也底完了好吧就这样的那平票底的就这些啊也没啥说的记住这几类票就行了拿到了直接就可以底接下来就是计算底了计算底的话前面已经将见到两类了一个是通道路通行费一个是国内旅客运输对吧道路通行费的乔杂我们因为没有电子普票我们只能计算底那我们国内旅客运输呢拿到的是行程单拿到的是火车票拿到的是客票我们也只能计算底 好那除了这两类之外还有个农产品农产品也是计算底扣的所以说来计算底扣的三平票底扣的六种票计算底扣的三大类好吧你得给我清楚火车票是计算底的对所以说我们计算底的我先从农产品开始讲啊注意啊农产品的计算底扣是这几类计算底扣中最复杂的好好给我听而且今年教材有变化好吧好好听这一块 农产品的计算底扣农产品计算底扣也得有票我前面是不是说了计算底扣也得有票你只有拿到这几类来这几类票你才能给我做计算底扣你没有拿到这几类票比如说你拿到的是一个增值税普通发票你能过来给我计算底扣吗你不能你不能啊你就压根连扣都扣不了再比如说咱们之前来 小规模纳税人按3%给你开的专票你拿过来给我计算底那假如说小规模纳税人他按1%给你开的专票有一段17是不是开的1%的专票呀有一段17有没有开过假如说你拿到的是1%的专票不能拿来计算底扣不能因为没有没有说他没有说他你就不能好吧是不是有段17开到过1%的专票的好你就知道只有这几类我们是计算底扣拿几类 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纳税人给你开的增值税专票海关给你开的专用摇款书这个可以拿过来计算底扣或者是小规模纳税人按3%给你开的专票可以拿过来计算底扣或者是你从农民伯伯那收购农产品农民伯伯是开不了票的那怎么办呢你来给农民伯伯开你开你的销售发票或者收购发票 这两类都是从农业生产者那来买农民伯伯让来买他开不了票你自己开自己开就会出现自开自抵啊自己开自己拿来怎么抵呢啊对怎么抵呢来怎么抵买价乘以9%上面这个你先不用给我看全部都是这几类票只要拿到了买价乘以9% 这就给我底那你要明确这个买价是什么这个9%就是咱们的一个扣除率啊就是一个扣除率这个买价是啥挺好了挺好了如果你拿到的是专票一般纳税人开的专票或者海关开的专用缴款书或者小规模纳税人3%给你开的专票你拿到的是这几类票来 你拿到的是专票是吧专票那要么是一般纳税人给你开的他肯定是按9%给你开要么是小规模纳税人给你开的那只能是3%给你开 对吧或者是海关给你开的专用缴款书也是按9%给你开为啥呢知道为啥不知道农产品 它的税率就是9%咱们现在在讲农产品你给我清楚你拿到的是这三类专票 这个买价就是票上的金额不含税金额我写清楚一点来就是票上的一个不含税金额 就是你的买价就是你的买价好假如说你是你自己给农民伯伯开的销售罚票 或者啥收购发票 来我要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 你从农民伯伯那来买这些农产品 他在卖给你的时候是免税的 是不征税的 所以你从他手里买过来 你是没有交过税的 那你这个发票上的买价 本身就不含税 这个买价本身就不含税 那你就直接拿这个买价作为买价 好吧对 听好了啊听好了 这个买价就是你的买价 他本来就不含税清楚了吧 清楚了来我们过来看 过来看啊看好了啊 拿到的是这两类这个买价呢 就是票上的买价票上的这个数本来就不含税 但是拿到的是这种呢 是票上一个不含税的金额 因为这种票上面既有价又有税 对不对 这种专用发票是不是既有这个价又有税 还有一个加税合计 对不对 那你拿到的是这几类票 这个买价就是一个不含税金额 不含税金额 直接乘以9% 就是你能抵的镜像了 就是你能抵的镜像了 先不看后面来 扩充一点知识点 必须要扩充一下来 现在我从农民伯伯手里买了一个农产品 花了100万 农民手中 买了100万的农产品 我能抵多少镜像 我能抵多少镜像 现在不管啊 就到目前为止 我能抵多少镜像 我能抵的镜像 非常简单 100乘以9% 就是等于9万 9万 没错 9万 我现在这个农产品100万买的 我抵了9万的镜像 我入账入多少钱 我入账入多少钱 你们学 你们学会计没 会计入账的时候 你镜像税能进成本吗 不进 这个时候你入账 你是入的91万 借 假如说你买的是玉米 91万 应交税费 镜像税 9万 贷 银行存款 100万 看到没 你入账入的是91 而不是100 你100 你100万买来的东西 你入账的时候 你只有91万 对吧 你清楚这点 我就再往下跟你讲 好吧 这块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吧 因为那9万 抵镜像了 抵镜像的不进成本 不能抵的镜像才进成本 好吧 这是会计上的知识 你们应该学过 那接下来呢 好 我已经入完账了 入完账了 我抵了酒了 接下来呢 我又把它领走了 领走了 你看看领走干啥 领走干啥呢 有很多用途 如果我是一个饭店 我领走干啥 我用来做餐饮服务 对吧 那我如果是一个 就是导卖粮食的 我可能直接领走卖了 或者我是一个食品加工厂 我领走之后 我生产饼干了 我生产那个精美的包装食品了 所以说他领走之后有很多用途 那我们如果领走之后 是生产13%税率的 我让你加计底扣一个点 原先你是不是按9%底的 按9%底的 现在我把这个东西领走了 我针对我领走的部分 我看看是不是用来生产13%货物的 如果是我在加计扣一个点 那这个时候怎么扣 你想怎么扣 不太好扣 还是拿你的买价 乘以一个1% 加计一个点栏扣除 那只要你不是生产13%货物的 你是开饭店的 对吧 你是走6%税率的餐饮服务 你是倒卖粮食的 你直接出售了 你走的是9%的税率 你都不是13% 这个时候就不用再加计底减了 之前你扣的镜像已经扣足了 扣够了 只有是生产13%税率的 我再让你加计一个点 但这个时候你还记得我那个例子吗 不好底 你看 我账上的玉米好家伙 我是91万 我说我现在领了80%走了 你领走的时候 你领走了80% 这80%允许加计一个点 你知道你领走的买价是多少吗 你得还原买价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公式啊 你看他咋写的 加计扣除部分怎么来加计 怎么来加计 很多同学看我写的讲义觉得老师你太啰嗦了 你这个讲义你个立体写的 对吧 就非常啰嗦 它是有原因的 原因在哪呢 我加计的部分我还是拿买价来加计 可是此时此刻我账上已经没有买价了 所以我要去还原我的买价 我咋还原 我领走的部分我抵过多少金像了 我之前不是总共抵了9万的金像吗 我是不是 之前我100万的玉米 我抵了9万的金像 我全部抵了 现在我领走了80% 领走了80% 来你给我算算 这80%你抵过多少金像 你抵过7.2万 没毛病吧 我就拿我抵过的这7.2万 我过来还原我的买价 我怎么还原 我这7.2万咋算出来的 来 我这7.2万咋算出来的 等于买价 乘以扣除率 扣除率是多少 9% 我这7.2万是不是这么算出来的 是不是 我拿我这7.2万 我除以一个扣除率 我是不是就还原出来买价了 所以说 他怎么加计 他先拿当期领用过的 已经抵过的税额 已经抵过的这7.2万 除以这个扣除率 我为了还原这个买价 买价还原出来之后 我再乘以1% 这是我加计的部分 知道了吧 对 这是我加计的部分 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 我们总共 你要是简单一点 你要是站在考试中 你说老师 站在考试中 我要是知道这个买价是多少 我用不用这么麻烦 不用 不用直接拿买价乘以1%加计就行了 好吧 直接拿买价乘以1%去加计 你要是在考试中 你本来就知道他领走了多少 他的买价是多少 你就不用这么麻烦的去加计了 好 这就是要给大家说的 要给大家说的 好 那一会再给大家总结 现在呢 还有一条规定 是蔬菜 鲜活肉蛋 肉蛋菜 三种肉蛋菜 全环节免税 批发零售 甭管是哪个环节都是免税的 都是免税的 你就不能开专票 你全环节都是普票 你这个普票是不能抵镜像的 每个环节都是免税的 你还抵什么镜像呀 对吧 所以说肉蛋菜 全环节免税 全环节只能拿普票 全环节不能抵镜像 好 知道这条规定就行了 好吧 知道这条规定就行了 说一遍 现在这个70 我买进来 我直接抵9% 你知道吧 直接抵9% 这个知道 70直接抵了9% 后来我又领走了一部分 我领走的那一部分呢 我要再加计一个点 我领走的部分要加计一个点 我要用买价乘以一个点 这个买价 你看看我后面的这个答案啊 这个答案是啥 我先拿56乘以9% 这是我领走部分抵过的一个税额 已经抵过的一个税 我拿这个税除以9% 还原出来的是一个买价 还原出来的是一个买价 我再拿买价加计一个点 就是我加计部分的 这是教材原文 我照搬过来的 啊 教材的原文 我照搬过来的 你说这是不是特别复杂 不用乘以9%除以9%也行 也行 你算的时候不写也行 但是你不知道56的时候 你就得按我来还原 怎么还原 税除以扣除率 这一步你就必须写了 税除以扣除率的 这一步就必须写了 好吧 好吧 懂了 还原买价呀 这道题给了56呀 如果没有给56呢 你就得还原呀 好不好 如果给了 还是我那句话 考试的时候咱们就聪明一点 如果有了买价 咱们就不还原了 如果没有买价 你要做一步还原 要做一步还原 好吧 知道买价咋还原不 拿税除以扣除率 来还原 啊 就这就行了 好吧 就这样吧 听不懂也没事啊 来 再来一道 再来一道 五月从冬民手中 进玉米 加工爆米花 爆米花是13%的 对吧 我现在呢 先收购了5万元 收购了5万元 那我这5万元 先扣9个点 先扣9个点 因为他全部领用生产爆米花了 我再加扣一个点 我可以直接拿5乘以1% 我可以 我可以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不知道这个领走了多少 因为你的5买回来之后 在你的账上就不是5了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怎么办 来 你拿5乘以9% 除以9% 做一步还原 再给我加几百分之一 再给我加几百分之一 好吧 然后呢 再加上运费 运费也能抵啊 0.6也是9个点 乘以9% 这是当期全部抵的一个镜像 全部抵的一个镜像 好吧 所以说这一步是很麻烦 你说老师 你成个9% 出个9% 就没啥用 没啥用 但是道理你得知道 道理 就是做一个买价还原 道理就是做一个买价还原 这不是我给大家加的啊 这教材人家就这么写的 这两道立体都是教材的原立体 那教材的解析 它就是这么写的 所以说 你知道今年会咋考吗 今年咋考 今年就是不告诉你这个书 好不好 我就是预计了 你听好了 既然他费那么大劲 把这个立体改成这样 他就是想在这给你考你 好的 对 教材死脑筋 教材死脑筋 但是他考试 他就是以教材为主 他给了公式 给了立体 就非常大的出题的可能性 好 你懂了 你懂了 那 那 我把这个核定扣除说完了 核定扣除 注意 我们刚才在讲的是计算扣除 计算抵扣 好吧 那四种票 海关和一般纳税人按九个点给你开的票 小规模纳税人按三个点给你看的票 或者你给农民伯伯开的销售发票收购发票 那四种票 你是可以去计算抵扣的 先扣九个点 如果领用13%生产13%货物的再加扣一个点 这是抵扣步骤 这是抵扣步骤 好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核定扣除 了解即可 我不给你展开了 我就跟你说一说 不会考 不会考 为啥 因为现在这个核定扣除还在试点呢 他还在试点呢 他还没有形成体系呢 所以说不会考 但是教材写了两页啊 我预计不会出题 没有出过 你了解一下 了解 从哪一方面了解呢 第一 怎么样才能纳到这个试点范围内 只要你是生产液体乳的 你是酒 你是植物油的 奶油酒 这三类 你啊 你是生产奶油酒的 你就到这个试点内了 你这个企业 只要是跟奶油酒沾边的 你就纳进来了 一旦你被纳进来了 好 你就不能用计算抵扣了 你所有的农产品 都给我用核定扣除 不管你的农产品 是不是生产奶油酒的 你哪怕说 我买进粮食 我直接卖 或者我买进的粮食 我不是生产奶油酒的 我是生产饼干的 对吧 你也得给我用核定扣除 因为你在这个试点内 试点内的纳税人 全部用的是核定扣除 怎么来核定 公式不用备 计算不用掌握 公式不用备 计算不用掌握 但是呢 要注意 跟计算扣除一些不一样的编析点 哪些呢 这里也有扣除率 这里也有扣除率 计算抵扣那也有扣除率 计算抵扣那就一个9%的扣除率 对吧 如果用于生产13%货物的可以加击一个点 相当于10%的扣除率 相当于啊 但是咱们今年咱们不说10%了 咱们就说加击1% 所以说它是9%的扣除率 允许加击一个点 那这里的扣除率 随货物走 这里的扣除率是随货物 9%或者13% 随货物走 跟我们计算底扣的扣除率 不是一个概念 好 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他俩都有扣除率 但是他俩的扣除率 不是一个意思 不是一个概念 一个是9%和10% 一个是9%和13% 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个 这里有加税分离 你在计算抵扣那 你做加税分离没 没有做吧 你直接拿买家乘以扣除率 对吧 我们完全没有除以加扣除率 这一说 所以说计算抵扣 直接买家乘以扣除率 不需要做加税分离 但这里会有一个 类似于加税分离的情况 这是这种 你就知道这两个就行了 其他的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后面的这个税率 那肯定就是税率了 不需要掌握 我们就把这块 我们作为了解内容 我们把它pass掉 其实我在备课的时候 每一个公式 我都给你放了立体 但是呢 太复杂了 他又不考 为了给大家减负 如果你想要 我准备的立体资料 我可以私下里发给大家 有兴趣的同学 有经历的同学 你可以去做一做 但是我不要求大家掌握 所以我们就过了 过了 来 过了 你就看看命题角度就行了 核定扣除的扣除率是 9%和10% 计算扣除的扣除率是 9%和10% 核定扣除的扣除率是 9%和13% 好吧 计算抵扣呢 直接买家乘以扣除率 没有加税分离 核定抵扣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步加税分离的换算 你知道知道这个就行了 后面都不需要掌握了 那我把农产品 我再给你梳理一下下啊 再梳理一下下 农产品 只用掌握计算抵扣 你说老师农产品有没有评票抵扣 评票抵扣可以归到计算抵扣里面来 所以说不要求单独掌握 好 归到里面来 咱们考就考这几类票 专票 对吧 专票一般纳税人给你开的专票 小规模纳税人给你开的3%的专票 必须是专票 普票不能抵 海关给你开的 专用缴款书 还有就是你给农民伯伯开的销售发票 和收购发票 好 来注意了啊 开的这些 他们呢 就找金额 不含税金额 一般专票上的金额就是不含税的啊 专票上金额就是不含税的 他们呢 就找买价 好 然后呢 拿这个金额或者买价乘以9% 做一个扣除 这是买进来 直接给我第一步先做一步这个 但是 如果又去 生产领用 13% 货物 加击一个点 加击1% 买价 买价 乘以1% 好 这个买价是怎么还原出来的 拿 以底税额 你领用部分 以底税额啊 肯定是领用部分 以底扣的税额 怎么还原出来的 以底扣的税额除以9% 还原出来的 对吧 然后所以说他完整的就是拿以底扣的税额除以9% 乘以1% 做这样 做这么一步加击 其实就非常简单 那你说老师 哎 不是生产领用13%货物的 其他的情形 不用管了 没有后续的了 到这一步就完事了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先扣9% 然后这是第二步 对吧 第一步和第二步 你就知道一下 来 我觉得很简单啊 你们可能就是对于买价还原那点 你们这一块你们听不懂 对吧 拿以底扣的税额除以9%还原出来买价 再给我加击一个点就行了 好吧 啊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 好 现在懂了哈 终于懂了 那就非常好 非常好 我就是要 因为新变部分 真的 我就是怕他出题 所以我想给大家说清楚一点啊 不是在这浪费时间啊 我万一咱们就花了一个小时你多拿了一分两分就非常值啊 非常值好吧 接下来就简单了 接下来是道路通行费还有国内旅客运输 对吧 你拿到的是电子普票 你直接按票上的税额来底 但是你你拿到的是乔闸的通行费 你就得去计算底了 乔闸通行费开不出电子普票 但是计算底的时候非常特殊 为啥 咱们计算底的时候咱们是用的征收率不是用的税率 是用的征收率 乔闸 它是属于道路通行费 它是属于不动产的租赁 按理说税率走的是九个点 但这里我们不用税率 那你还记不记得为啥 乔闸我们在讲到5%征收率的时候说过 赢改增试点前开工的乔闸通行费 可以选择减易继税办法走5% 对吧 走走5% 那目前的乔闸大部分都是 赢改增之前开工的 目前我们的这些乔呀 闸呀 很多都是以前修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统一给乔闸做计算底扣的时候 统一让他走的5% 走的5% 好你知道了啊 对 统一走的5%啊 你不要在这给我搞迷惑了 你说老师乔闸啊 那为什么不走9%呢 就是因为他都是十点前开工的 十点前开工的 所以说提供桥闸的这些纳税人 他们都是选的减易继税方法 他们给你开票 相当于他们也没有交过那么多税 他们就是按五个点来交的税 那你现在过来抵你就得按五个点来抵 他们给你开的这个通行费发票上的金额是一个函税价 你必须要给我做一步加税分离 好吧 那个上面著名的一个金额就是一个函税价给我做一步加税分离用征收率做好就提示这一点了 那高速公路一二级公路不可以计算抵扣不可以只能评票抵 接着是国内旅客运输需要注意的点比较多 国内旅客运输你拿到电子普票也是票上的税额是多少你抵多少 但是你拿不到电子普票你只能拿到行程单你只能拿到火车票你只能拿到客票你可以计算来给我抵计算抵注意几点 第一这些票上都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实名制购票啊都得实名制购票都得有旅客信息 第二点 国内旅客运输你能抵的只能是你自己的员工或者你劳务派遣过来的员工 只要不是你自己的用工啊你说你你客户的员工或者你给你客户买的或者是你给你的自己的那个家里家人家里人买的都不能抵 必须是单位自己的员工或者劳务派遣的员工必须注明了旅客的身份信息才能过来抵好吧 你就知道这个你看注明旅客身份信息 仅限于本单位签了劳动合同的和劳务派遣的员工 标黄的要给我注意一下怎么抵来过来看 每一种票的抵扣方式都不一样 拿到的是飞机的行程单 飞机行程单它是长这样的 我坐过飞机啊我坐过飞机 这里有一个票价 这里有一个燃油附加费 这里还有一个机场建设费 好它差不多就长这样假如说你的票价是1000块钱对吧燃油附加费50机场建设费100 你总共是花了1150买的那你在底的时候你是票价加燃油附加费 是不加这个机场建设费的好吧票价和燃油附加费都是作为你计算底扣的一个基数的好吧 然后呢国内旅客运输交通运输嘛那当然是九个点了对不对交通运输九个点我们出一家百分之九乘以百分之九 注意啊然后火车票呢那直接就是票面上的金额了咱们一般坐高铁以前还有火车票现在都没了啊 现在都是电子了对吧你现在也不用打印火车票了以前都是那个蓝色的小票上面会有一个票价直接拿那个票面上的票价除以加百分之九乘以百分之九就OK了就OK了 那你坐的是大巴你坐的是船你拿到的是客票你注意了你是走的三个点三个点这又是为啥呢为啥一般咱们坐大巴坐那个小破船给你提供的那个人他一般都是小规模拿水人一般的大巴车的运营方船的运营方他一般都是小规模拿水人他就是按三个点给你开的票 他就交了三个点的税 所以说你在底的时候你也是走的三个点也不是走的九个点交通运输减易计税是三个点对吧 都没有抵扣过这些票是可以抵的呃是可以抵的啊这些交通运输服务的票都能抵咱们咱们后来那个住宿服务员先不让抵后来也纳进来了也让抵了啊现在住宿服务也都可以抵 以后还记得去抵一下好吧攒一攒也不少呢所以说这里注意啊我讲完了啊讲完了注意火车票 我们的继续一句我们是票价加燃油费走九个点 不是飞机票 不好意思 飞机票票价加燃油费啊走九个点底出一家百分之九乘以百分之九 火车票直接票面金额出一家百分之九乘以百分之九 公路水路的客票 是票面金额出一家百分之三乘以百分之三非常特殊 这个三和这个五 你一定要给我记一记啊 这俩不走寻常路啊不常规啊一个三一个五好讲完了 注意注意方式不给大家说了把特殊规定说完特殊规定说完我们下课休息一会儿啊 特殊规定建筑业 还记得我们讲那顺人的时候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A 他是一个发包方 他找到B B是一个建筑企业 好他俩签了一个建筑合同 结果B自己不想干活 他找到第三方C 他让他让C去给A干活 C给A干活 A给C钱 这个时候呢 谁来给A开票 C来给A开票 虽然建筑合同是A和B签的 但是呢 因为 A和C他俩直接结算 所以说 第三方给A开的票 那发包方这个A可以凭实际提供建筑服务的 第三方开的专票去抵进项 是可以抵的 虽然他俩之间没有合同啊 但是我给你开专票了你也照样能抵 就在说这个事 接下来保险服务也非常简单 清早出门不注意啊 把车给撞了 对吧 车给撞了 撞了之后就得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啊我说我车撞了 你看着办吧 保险公司有两种赔付方式 一种赔付方式 你甭管了 哎呀换姐 对吧你甭管了 我们来个人把你的车拉到4S店给你修一修 对吧 第2种赔付方式 好我给你5000块钱 你自己去修 那你注意了 第1种赔付方式下 保险公司把我的车拉到4S店去修理 相当于是保险公司从4S店 购进的一项修理劳务 3S店开票 开给保险公司 这个时候 保险公司可以作为自己的镜像去抵扣 因为他直接向4S店购进了一项修理劳务 但假如说保险公司他不给我修车 他扔给我5000块钱不管了 我自己开车去修的 那这不属于保险公司 购进的劳务 对应的镜像就不能抵 他赔我这5000 就相当于是没有镜像可以抵 所以说你看 以食物赔付方式帮我修车 就是食物赔付 或者是现金赔付方式 扔给我5000块钱就是现金赔付 那食物赔付下 是保险公司自行 哎 向劳务方 购进的劳务 可以抵 镜像 对吧 现金赔付 不属于保险公司 购进的劳务 不能抵 镜像 就这么简单 完事啊 后面的镜像税 还有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不是在说 最后一条是在说另外一件事不重要啊 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2021年1月份好家伙 我是 登记了 当时我是那个去 登记去数据登记我开始开业了 我当时是小规模 我刚开业嘛我规模特别小 结果呢 现在到了2022年的1月份 我生意 我不是我生意做大了 不是啊 而是我登记成一般大税人 我升级了 我我登记成一般大税人了 一般大税人登记 怎么登记 我会计核算建权 我就能去登记 我没有销售额 我只要我会计核算建权 我是不是也能去登记 对 所以说我刚开始 我2021年的1月份 我是以小规模的身份登记的 到了2022年的1月份 我升级成一般大税人了 那这一年期间 这一年期间 我买了好多东西 我勾进了好多东西 我都拿到专票了 并且我这一年 我没有营业收入 我光买东西了 我没有对外卖 我从来没有去做过纳税申报 我没有申报过 我没有按照检疫技术方法 去收集报过税 现在我变成一般大税人了 我开始有收入了 我这个期间的这些金项 能不能拿过来底 能 能 就在说这个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是没有 生产基金收入 没有按检疫技术办法 去报过税的 一旦你不满足这个条件 你那个期间的 金项就不能拿过来底了 好吧 好 休息一下 一会上课再来讲这个 大家受不了了 时间太长了 休息一下 好 时间太长了